好 看到呢 最近是引发了争议知识 宋明创在一起发光教会 备受争议还爆出说要求教友们 每周要来奉献捐款 一般民众最高1万 致命的艺人还高达了六七位数 其中呢 大家很熟知的艺人 阿边 徐小可夫妻 曾经也是教会的小组长 退出之后也没有否认捐款 只说有付出当时他们所要求的金额 但是后来感到不平安就退出了 女星伯伯也爆料 当初入会之后 教会人员会教教友如何去贷款来捐献 让他觉得实在太傻眼了 而且呢 现在这个金额去向呢 还是一个谜 资深医药记者王日林炮轰 要求宋一鸣要出来面对 那么现在这件事情呢 整个情就是因为一眼小甜甜 遭到宋一鸣换脚 也扯出了许多的内幕 而过去曾经在教会的包含了 像是徐小可 阿边 也爆出了已经证实离开 现在在宋一鸣的一起发光协会 26号脸书上也发声明 并且引用了圣经来传达他们的心声 那么才发完几分钟 就有许多的一言教友 也都来逆风力挺声援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后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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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